同样有看头的还有这个油洋体操 在今天进行了混合三人赛 中华队是派出了三位女选手 她们的表现充满活力 但可惜的是这次市运会的规则有改变 女子选手的分数要除以1.9 所以非常吃亏分数是殿后的无缘晋级前六强 而大陆队是全部都推派了男子选手上场 出格赛现在排名第一 三人迭罗汉劈腿落地一气呵成 穿着绿色金丝边的耀眼体操服 就是我们的中华队选手 三名女选手像漂亮精灵 却能同步做出V字支撑 转体720度的高难度动作 赢得全场欢呼 不过刚成军两个月的中华油洋体操队 默契明显差了点 总体成绩只拿到17.905 分数殿后无缘晋级六强 分数最高的大陆队 三名男子选手表现非常抢眼 来看看这个侧翻上肩 空中大人体拱桥 在肩上侧翻180度落地 动作非常精准 每个动作都展现了激励 柔软度爆发力 超强实力不止展现在三人 再上六人油洋体操 大陆队充满中国风的强烈视觉效果 一出场就气势不凡 人体空中抛接 在一个轰轰半落地 动作漂亮 六人油洋体操最好看 也最困难的是 六个人都要动作和谐一致 看看这个如同地上马鞍的精彩 地板动作 W队不管是在队形组合变化上 还有空中人体抛接 都让现场观众惊呼连连 开了眼界 谢谢盘见许文男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